新朝最风光的皇太后当属重庆皇太后纽红录史 也就是甄嬛的远行 乾隆登京后提出对太后要以天下养 为了让太后的生活丰富多彩 乾隆一年按照季节奉太后居住在不同的地方 不仅如此 乾隆皇帝还多次奉太后出巡 带着母亲去各地旅游 乾隆还为太后举办了四次规模盛大的整寿圣女庆典 在庆典期间 从西郊的园林一直到紫禁城年徒都要搭设彩棚 花费之大可想而知 在太后八十岁大寿时 乾隆皇帝年过花甲还率领着皇子皇孙 吞上彩色的衣服为太后跳起彩衣物 跳舞后大人们坐回座位上 皇孙们绕着前面在奔跑 这个场景是非常温馨的一副全家服 荣庆皇太后的生日庆典之盛大 连慈禧太后都羡慕不已 她就特别想按照乾隆朝太后的生日规格 也给自己办一次郑寿的庆贺 但是以当时清朝的国力已经做不到了 皇太后的一生享尽了人间的福禄寿 她的寿命在清代皇太后中也是最高的 活到了八十六岁